所以营养师这个姜黄素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功效 其实姜黄素因为现在大家普遍 有些人都会知道它是护肝的啦 但是它从肝脏到我们的胃 甚至于到脑袋其实都有很多的研究 包括它是抗氧化啦 预防心血管疾病啦 甚至于在失智症的患者 他想要做保养的时候也可以吃 所以它有很多的功能 但是呢我先跟大家讲 你要吃它要吃对啊 因为你不能说哦你吃它吸收率很低嘛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有的人 他单纯吃姜黄粉的话 那我建议就是要用温水泡 因为温水的话它的吸收率会比较高一点 第二个如果你入菜的话 当然要用油下去做入菜 因为它是脂溶性的 相对油脂才会提高这个体内的吸收率 第三个就是说哦 它本身因为它毕竟它是属于偏 姜黄粉浓度很高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它有定义出来 就是说每个人的话 大概以公斤的体重来算的话 大概0到3毫克左右 60公斤的人不要超过180毫克 所以当然说这个案例呢 因为这个钱医师是我好朋友啦 他们这个案例是有点像是类似像 因为他后面都已经没办法做治疗 所以他用一些特别的疗法下去 所以他才吃到500克的这个浆网 但是提醒观众不要这样轻易尝试 因为确实我们就规定就是说 大概就是你就是大概就是自己体重 比如说你是50公斤 你乘以3 你就不要超过100-150毫克哦 因为他这个是克的哦 所以量很多哦 我们就来看马可主厨 他如何把姜黄入菜 这道超级经典 姜黄 南瓜 蔬菜 炖鲁鱼 今天要教大家做一个姜黄 南瓜 蔬菜 炖鲁鱼 就像那个怡里讲的 就是姜黄呢 它其实可以抗发炎又有脂溶性 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入菜 那因为我推广的地中海饮食 本来就是高鲜高盖好油 所以这道菜做法很简单 我们要准备好的是蒜头洋葱这些辛香料 然后就先下锅让它炒一下 像我们蒜仁就整颗 因为这道是有要稍微炖煮的蔬菜 所以我们的蒜头呢 用整颗稍微拍一下就好了 然后辛香料我们都是先下 辛香料 对 都先下 因为我发觉这道菜很好玩哦 它是预防大肠癌病人在 可以平常可以吃的 发觉我都切很小块 对 很小块 因为当它们肠道比较好蠕动 比较好吸收 也有点像现在很流行的 什么低渣饮食 就是让它们好吸收一点 那如果真的是在治疗中的话 我会建议说这些蔬菜 甚至你把它打成汁 下去炖也可以 对 那我们辛香料 稍微炒过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菇类 西洋芹 其实就是你喜欢吃的 高鲜类的蔬菜 都可以下去 然后配合我们好的油脂下去做菜 哇 你这些高鲜营养师听到最开心 是啊 对 如果是在恢复期的话 纤维部分 因为它用菇类 菇类其实膳食纤维 大概达到高鲜的定义 那芹菜部分也是非常多的 但如果你是在修复期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开完刀之后 我们就不太建议 就是等于是说你除了打成泥之外 可能量相对要少 但是它今天用这个南瓜是非常棒的 因为南瓜热量非常低 而且加上就是它的这个维生素味很高 而生素味它会修复这个黏膜的功能性很多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 我只能吃地瓜 其实南瓜地瓜这些都可以替换的吃 哇 马克 你的料理真的好美 是啊 很缤纷 这样蔬果的摄取也比较均衡 这个时候就可以下姜黄 主角来了 对 姜黄的话像这一份的话 我会下个差不多两大匙 两大匙也差不多 差不多30克至50克左右 那姜黄一定要稍微炒一下 比较香 原来它要炒一下才香啊 对 但是记得顺序就是新香料先炒 再炒蔬菜料 然后都下去之后呢 再来炒我们的姜黄素 它的那个姜黄味道才会出来 那个姜黄的味道大家闻到 姜黄味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再加一点白葡萄酒 让它去腥增香一下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放的是鲁鱼 海鲜类 今天再不会鲁鱼又有床睡了 对 没错 今天被冯姐猜对了 对 今天又从蔬菜床上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鲁鱼下去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加一点水 就可以准备来炖煮它了 所以鲁鱼它也是高营养的嘛 开刀鱼嘛 对对对对 为什么会就是用鲁鱼呢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鲁鱼 其实它主要是氨基酸的成分 它里面必须氨基酸含量非常足够 尤其是在我们在讲说BCAA的部分 它可以去修复 然后另外我们知道伤口修复它需要急速嘛 然后还有很多人开完刀会想要吃一些敷胺酸类的 它里面敷胺酸含量很高 所以修复伤口之外可以快速的复原 现在我们比如说放水下去炖 然后我们等一下滚起来 滚起来之前呢我们就先调味 基本的黑胡椒盐巴来一点 给它下去 我看你做的菜好像很简单 这一道菜是真的很简单 我们每次来 前面配料就要一个钟 对对对 应该还好啦 稍微 不然就用果汁机把它打 打成汁下去炖 然后一滚起来之后呢 鲁鱼它炖煮的时间大约八分钟 对 炖好之后就会像这样 哇 成品就是在这儿 香黄南瓜炖了 好美的这一锅成品 是 就会像这样 我们夹一小块给顾杰姐姐吃 好啊 没问题 因为这个是预防大肠癌 怎么大肠癌患者也可以吃 所以我们宵夜可以改这个 真的啊 这个蛋白质又比较丰富 然后它有添粉 然后又是好的添粉 会变糖 我们请顾杰来享用一下 来 所以说它的这个口感 哇 你看红喜菇 南瓜丁 姜黄粉 而且我 这关键在白葡萄酒 一点去腥真香 因为毕竟放下去的是海鲜 对 对 顾杰品尝的如何呢 好好吃哦 味道如何 好像法式餐厅的菜 是吗 鲁鱼嫩吗 很好吃很新鲜 姜黄素吃得出来味道吗 一点点 有一点点苦味 很好吃 如果怕苦的观众朋友们 起锅前还可以加一点点糖 而且甚至你可以加一点 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南瓜油 再淋一点上去 好 这就是秘诀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 YouTube 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 FB 点赞